新年快樂 今天是大年初三 也是我爸的生日 我希望今年我可以 搭乘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一萬好 今天是什麼 今天是除夕 爸爸老爸這邊講 對面是除夕 你這麼白夢欸 今天是除夕 住在萬好酒店 看看這裡很漂亮喔 只有我們三個人 新年快樂 他是剛好打掃完的吧 嗨 倉鼠正在密時鐘 我拍你 拍我幹嘛 是橘子喔大吉大利喔 新年好大吉大利 來 新年快樂 請收紅包 哇有紅包了快點 又是女兒的血汗錢 今年沒有 今年是福虎生風啦 福虎生風 福虎生風 對啊 心意比較重要啦 多少錢偷看一下 不行不行 偷看沒品欸 開心嗎 那我可以送你一個紅包嗎 這個是飯店給的欸 這是巧克力欸 這是巧克力欸大姐 是 這是金幣啊 菜園滾滾啊 好結束 我們現在要去吃 除夕圍爐晚餐 對 就我們三個人喔 三人晚餐 對 這是今天的菜單 來 好 你要先拍照 對先拍照 四 二 三 來 乾杯 其實不會練 因為它有加氣泡水 喔 餐前酒 它是餐前酒 不是 清酒 清酒加氣泡水 但它調的很淡很淡 傳說中A5等級的和牛 A5等級的和牛 吃下去會入口即化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它媽媽的牛肉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我們今天火鍋揍頭戲來了 龍蝦來了 是北海道生死即干的欸 超好吃的 我吃了 不要吃了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我吃了 超好吃的 超好吃 干貝也超好吃的 嗯 完食 我們已經吃完了我們的除夕圍爐大餐 耶 祝大家新年快樂 最近這幾天要吃很多 好好健身一下 現在健身房其實都沒什麼人 但是都要戴口罩 我現在是主間休息的時候 順便錄一下飲食 所以才這麼喘 推薦 從這裡等我 還蠻漂亮的耶 這個採光 今天是大年出三 也是我爸的生日 這是豬 豬山還是豬山 也是我爸的生日 真的 歡迎壽星 壽星 好 然後我們今天來那個微風南山46樓 吃印度料理 好 這邊要幫大家跟你們做一下介紹 下面的話我們其實搭配純箱的芥末薑跟香菜醬 爸爸你要這樣吃 這樣吃啊 他叫你在挖的東西來吃 超級好吃的鮭魚 他的肉會入口即化 超好吃 很嫩 我們從日式吃到印度人 不是不一樣 現在已經來到了夜景時段 派一下兩位 然後我們的壽星開心嗎 很開心 從白天吃到黑夜 黑夜喔 很大顆的干貝 這個吃起來比較有咖哩味 這個吃起來比較有咖哩味 抓你的看嗎 他剛剛是點這個干貝跟那個雞肉的咖哩 然後他說因為這兩個都是奶味的咖哩 你吃到後來會很膩 所以才點這個 就是比較那種乾咖哩的感覺 來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耶 掰掰 我們一拍完照外面就全部看不見了 全部起悟 好 好的 現在差不多整理好頭髮了 哈囉大家 新年快樂 欸就是因為我等一下已經要準備出門了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稍微saddle過一下自己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邋遢的感覺 剛剛已經剪完了新年的影片 就是我只拍了兩天嘛 那這兩天就是有一些 呃 精彩的回憶 那剛剛在前面應該已經看過 然後剪完發現 還有一點多餘的時間可以 來讓我講一些廢話 所以我想說 那我也來錄一點影片 那首先提前想要分享的是就是 我配了新眼鏡 那有追蹤我IG的人應該知道 好 我 再戴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這這副眼鏡真的蠻好看的 就是其實我以前都會覺得說 呃我戴眼鏡啊就是很醜 然後我跟朋友出去我都會盡量避免戴眼鏡 只有那種非常熟的朋友 才有機會看到我戴眼鏡的樣子 好啦 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不對啊 你之前不是有一些影片啊出國什麼也有戴眼鏡 好對那是 特別例外好不好 就是 我很少會讓別人真的就是面對面看到我戴眼鏡的樣子 那我今天配了 呃前幾天 前兩天 配了一副新的眼鏡 好但是因為其實我現在有戴眼鏡 再加上戴眼鏡會有點模糊 雖然我就快速讓你們看一下我現在戴眼鏡的樣子 是不是還蠻不錯的啊 就是我選了這副眼鏡之後覺得 嗯戴起來好像非常有氣質 就好像我戴這副眼鏡之後 我就比較不會那麼抗拒戴眼鏡的感覺 然後我媽甚至還跟我說 呃就是 我戴這副眼鏡看起來非常有學問 等一下 說到這個就很想再戴一次 就說欸你戴這眼鏡也太有學問了吧 感覺好像有碩士畢業 不好意思是真的有畢業好不好 好啦就是 還蠻好看的啦這個眼鏡 對所以我以後可能就是 上班的時候就會比較常戴眼鏡這樣子 好那新的一年呢 要講一下 一些 新年對自己的期許 對其實 之前就是蠻常因為 工作很忙碌啊 然後就真的會很荒廢我的頻道 然後也沒有很想要認真 拍影片啊幹嘛的 然後再加上因為疫情 就真的也不能去哪裡 那我就覺得 好像拍 都在拍家裡的生活好像還蠻無聊的 然後因為我在台灣 其實我也不會自己煮飯 而且就沒有什麼內容 都吃外食 然後追劇 運動 感覺超無聊的 對自己都不會想看這樣子的影片 其實我是一個還蠻喜歡在 週末安排活動的人 那 呃 之前我的同事就一直跟我說 欸你應該要效法其他的YouTuber 拍 你週末到底在做什麼事情啊 欸你就是想 欸你這週要幹嘛對不對 對 然後我認真想一下 我也覺得好像真的可以把我 週末的生活 就是一些上山下海的活動 都把它記錄下來 整理在影片裡面 那其實 好啦 不管有沒有人要看就是 這樣講感覺好可憐喔 我覺得都是回憶的一部分 所以 今天要來promise各位 這就是一個 新年 給自己的期許 跟給大家的承諾的時間了 我希望今年啊 我可以 達成 每個週末都拍影片 然後每週至少上片一次 我們focus在weekend vlog 每次跟不同的人出去玩 都還是一個 很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就會覺得還蠻開心的 希望 呃 新的一年可以常常在 呃 不對 我怎麼許這個語言 希望新的一年可以 讓大家常常在影片裡面 看到我 我的出現 然後 也可以常常就是可能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有互動 好 那就祝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同胞拿來 嗯 因為我等下準備出門了 我要去見朋友 還有男朋友 終於 finally 過年方的七天 終於可以見到大家了 好不好 就是 好無聊喔 哈哈 好啦 那就先這樣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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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